美国降息、升升卖 有没有什么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美国降息的时间点 在这个时刻你的美债跟美元定存有该如何处置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投资的一千零一夜 我是风哥 今年联准会终于终于给我们透露了要降息的讯息了 所以大家也期待很久 那因为2023年大家很早都开始布局了债券 那也一直认为可能2024年第一季就要降息 但事实上没有发生 这个时刻不管是美元或者是债券来看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那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外汇跟债券专家李奇展 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奇展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 李奇展教你搞懂经济再投资 那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 他教你怎么样去学会看重点的经济指标 来判断不管是股市会市或债市的一个投资方向 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当然就很单刀直入了 就说去年大家很早就布局债券市场 一直等 等不到降息了 那现在终于好像有一点机会是第四季 或者是第三季有可能 可是大家还是有点担心 会不会又有黄牛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经济指标可以协助我们来判断比较精准一点的降息 其实如果我们从经济指标来看的话 那连主要现在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膨 一定是通膨 因为其实在这段时间之所以会快速升息 那让债券价格跌到这么便宜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通膨太高 那现在其实你以主要他们在判断接下来这个影响他们货币政策的几个三大因素呢 原本是什么经济成长率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失业率就就业市场 第三个是通膨 那可是如果你看的话 其实刚刚公布没多久的这个去年第四季的GDP的表现 其实又比原本预估来的好一些 就美国的GDP 美国第四季的GDP又比比较好 那这个就业数据呢 目前表现也还不错 所以呢 最后就是回到通膨的表现 那不过呢 在通膨表现上一样还是蛮强势的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关注你 你觉得啊这么指标一大堆啊 什么的没得关注 最要最重要的就是通膨的指标 那所以呢 我们跟大家讲啊 用通膨来去了解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时间点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给准备了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啊 就是美国CPI月增率跟美国CPI年增率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 其实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在于啊 接下来全球的货币政策 会不会因为升息因为降息在转折的时候呢 最看的就是通膨的前景 像台湾这边也升息啦 可是瑞士有降息 就是因为台湾的通膨高 瑞士通膨低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呢 上面这个柱状体这边就是美国CPI的月增率 那其实呢 如果你看CPI月增率的话 你可以发现喔 从去年10月份的这个月增0.1 到11 12月月增0.2 1月0.3 2月0.4 就表示什么 如果你是看每个月的话 其实通膨是一直在往上走 爬楼梯的往上 对 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不太可能降息啊 所以原本很多人在去年 2023年年底的时候在期待说 这个会不会是在第一季就给你降息了 可能3月 结果3月不太可能 因为这次就没降嘛 那结果呢 现在预期可能是在6月 不过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如果通膨这个月增率还在持续往上走 那基本上呢 可能连6月的降息几率都不太可能 那就可能延到下半年咯 那到底延到下半年什么时候 就要看通膨什么时候下来 但是其实我要讲的 就是你看月增率就是要短线的变化 可是如果你要看 它是不是长期有在往下 其实我们看到下面这个 美国CPI的年帧率 那年帧率这边呢 有两条线 一条呢 是蓝色的 一条是红色的 蓝色呢 就是CPI的变化 然后呢 红色这一条 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也是蛮往下走的 这一条是核心CPI 就是扣除掉了能源 扣除掉了食品的价格 这个数据之所以重要 主要是来自于 因为像能源或者是食品价格 尤其像农产品 他们容易因为 例如说有时候 几关气候 气候 对 那有时候因为打仗 所以油价 粮食价格在往上涨 可是因为近期 虽然说有一些地人政治风险 可是至少农产品价格 还没有大幅攀升 那油价是有弹起来的 所以接下来有可能 在这个蓝色的这边 就是他们的CPI呢 你可以看得到 原本是从去年的2月份 还有到6% 最近已经掉到3.1、3.2 可是如果最接下来有价在往上走 那这个蓝色的CPI年增率 有可能就慢慢往上 那如果 你看 月增就是每一次跟上个月比较 他们的通膨都还在往上增 那跟去年同一比较 如果也开始重新往上增 那基本上要降息就非常困难 所以如果大家期待 哎呦我买了这些债券 要赶快来降息 那什么时候最重要 就是公布通膨 而且这个月增率 可能例如说至少回落到0.3 或0.2 然后呢这个CPI年增率 那至少越来越往3%靠拢 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现象 会比较能够支持极早的降息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啦 如果这个没有很快降息 降息的时间一直往后推 其实最近美元表现很不错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取决在 如果你投资美债 需要美债涨 投资美元需要美元升 那两边所需要看的数据 稍微有点不同 谢谢期长的说明 大家也想知道 就是说我看完经济数据之后 那接下来当然跟升降息最有关就是债券 那债券裡面大概有两种主要的收益 一个就是债息 一个是资本利的 就是降息带来的价差 那你觉得现阶段呢 他们到底应该先去锁定 债息比较好还是先锁定价差比较好 好我直接跟大家讲答案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投资债券相关商品的 除非你是要投资像所谓的这个非投资期债 那这个比较算例外 不然的话呢你要投资债券相关商品 我建议你 你一开始都是以稳定收息为主 为什么呢?因为债券这个商品呢 他在金融市场的分类当中 一向都会被分在所谓的固定收益 那所谓固定收益就是因为债券有个债息 他有个上面的票面利率 所以不管价格上涨或下跌 他那个利息都一定要给你 没有给你就算违约 那只要是美国国债 或者是所谓的投资级公司债 只要是平等高的 基本上违约率都不会太高 所以呢就表示他们理论上会稳定的配息给你 所以你今天要投资债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一直在想说我要有个稳定收益 那有个长期你可以预期接下来 应该可以领到多少席的 那这个公债或者是投资公司债 都是适合你的商品 我们先跟大家讲结论 所以如果你要投资相关商品 我建议你先以领席为主 好那第二个呢是 你说可是这些长天期的公债啊 不是我看电视很多人都在讲说 这个20年期的啊 30年期的啊 10年期的公债啊 现在这个价格啊跌到近十几二十年来新低 对 好那只要这个质地率往下掉多少啊 那这个债券的价格就往上涨多少 所以我应该有这个价差空间可以赚 那我告诉你 没错 确实是这样 不过呢 如果你期待很快赚到很大幅度的价差 这件事情呢本身是稍微有点困难的 主要原因是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期待说 我如果接下来去投资 那你要在债券这边赚到加达 表示 降息速度要快 对 就是市场上的利率要赚快下降嘛 那不过目前就像我们一开始说 跟大家说明的 现在通膨其实并没有很快的下来 那美国经济表现也不错 所以你要期待它很快降息 有点点困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就算它很快降息 那就是债券的价格要往上涨 那殖利率要往下掉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的话呢 我会说呢 理论上应该会 但是牵扯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长天期公债的殖利率长期被低估 所以呢 现在的降息有可能 只是让它没有那么被低估 所以呢 你要它大幅上涨 不是一定会出现 那尤其是 如果这个降息的幅度 或者是时间一直往后延 那当然价差空间就没那么快出来 所以我会这么说 如果你今天是要投资 这个所谓的长天期的公债 或者是投资一公司债 那你希望可以赚到这个价差 那其实短线上 马上赚到前期不高 但是如果你是把时间抓长一点 我们抓个两三年 这样的话我认为几率是高的 为什么 第一个 你如果是把时间拉长 尤其这笔资金没有很快的需求 那第一个 这两三年内 如果没有很快降息 那你至少高利赚得到 对不对 好那如果 接下来开始降息 因为你说接下来两三年 我们不要说发生重大经济危机 那你说利息升到顶了 稍微往下慢慢调价 来歇歇也是合理的嘛 所以这时候就是稍微能够支撑的 债券的价格往上涨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考量的 那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一开始就是先用这个领期为主 然后呢 价差在后面 比较有赚得到的机会 我想补充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这样 就是有一些比较灵活操作的人 他觉得既然常债呢 在降息的时候才会明显的有价差可以赚 那我可不可以呢 现在呢 先买一点短债 因为短债利率高嘛 嗯 然后要收息又短债利率高 等到比较更明确说 降息的趋势更明显的时候 我再赶快转去常债 这样会比较好 还是其实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就是你可能要过去买的时候 来不及了 好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策略 但只是差别在于啊 因为我们刚好看这样图 这是我们有准备一张 美国十年期公载值利率的日K 给大家看 那这个呢 这个K线呢 那当然因为它是值利率的K线 那值利率往上代表价格是在下跌的 值利率往下代表价格在上涨的 OK 好那你看这个日K呢 你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时间点 是要从去年的10月份 到今年的3月底这段时间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值利率的高点呢 目前看到的是出现在5.021% 嗯 第一点呢 出现在2023年底的3.783% 你可以看到啊 这值利率原本从5一下掉到破4 其实这个值利率掉的速度很快 就是在债券价格上涨的速度很快 嗯 可是你回头思考一件事啊 从去年10月到今年的3月 其实美国利率动都没有动 嗯 对不对 那推动这个债券价格在跑的 动机是什么 是珍息或降息的预期 市场情绪 对市场情绪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看这个5%掉到3.783% 这段时间是 因为那时候啊 美国通膨掉下来了 嗯 然后呢 联准会他们也开始放话说 我觉得这个利率应该已经到顶了啦 所以准备要开始降息啦 然后 甚至在2023年底的时候 市场预期2024 其实有可能降息 6码 降息7码 这些比较积极的预测都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值率快速的掉到3.783% 可是这个什么 这叫做降息的预期 所以我们在说 刚刚这个策略的时候 就是说 我现在短债利率高 那我等到快要降息再去 投资常债 确实感觉可行 可是有时候 因为市场的研究 就觉得快降息了 所以我提前一个月 提前两个月 提前三个月 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所以如果你已经 确定什么时候降息 那其实它有可能 在这本身已经涨断了 领先反应 对 然后结果你进去之后 就假设像去年12月 到今年的二三月一样 结果反应 结果糟糕 还没降息 那就常债的值率 又谈回来 价格又跌回去了 那你反而是 没有赚到多少的 获利机会 所以会有出现这个现象 好 那这个现象 大家想说 那如果知道的事情是这样 那我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 会比较好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简单 就是其实我们在书上 也有提过 就是你要依照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来决定你要做些哪些的投资 因为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虽然现在债券投资 感觉既可以收利息 又有价差空间 但是你说真的价差空间 比较起来 跟买一两支标股比较起来 但是买一两支标股 感觉可以赚更多钱嘛 对不对 对 可是那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资金 会想要去投资这些债券 是因为相对于你买的股票 就算是高股息 就算什么的 你要打法说会告诉你 说要公布要发多少 对 那可是债券这个商品是 我买的当天我就知道 我确定他会发多少 所以我可以知道 后面的现金流 跟我未来可以赚到多少钱 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对于很多 不管是退休族也好 对于这些高资产人士 对于长期投资人 他们很重要 因为他们会知道 这个商品是稳定会赚钱的 我不用担心它会涨会跌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一个 很保守型的投资人 你就可以像我们开始说的 你可以先买短债 因为短债就算好了 就算接下来发生了一些 美国债 我们讲一些极端一点 美国债给你升息好了 那现在短债 如果是零到一年的 可能殖利率可能是 以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来说 大概是5%左右 那甚至大概如果更短的 可能是5.3% 那你可以确定你到5.3%的利息 如果再往上升息 可能变5.4%变5.5% 那可是你说 那不是说价格会跌吗 可是因为超短债 它的存续期间短 所以就算美国升息 它的价格跌不到多少去 所以你可以顶到的利息更高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觉得我就是要求稳 那你买短债一年内的 或一到三年内的 其实都是一个很适合的商品 那你今天如果是 我稍微有一些想要 把除了我现在的利息 你收益转到转 我稍微可以放远一点点去布局 未来的价 常说的价格空间 这时候你的调控就可能是 当然每个人不同 你可能就是属于 除了刚刚那种最保守型 你可能就算是平衡型的 那平衡型有很多策略啊 最简单的 常见的是什么 股债平衡 所以那我们只讲债这块的话 那你也可以平衡啊 例如说 你短债买个五成买个六成 那常债买个两成 那如果接下来常债再跌 你还有资金再买 对 因为你要赚的是价差 那常债已经涨了 那你一样可以再买 因为后续可能会涨更多 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先把短线的利息赚到手 那同时手上有一些 这些的常债 你有机会赚到 资本利的价差空间 那还没出来 就算你只是横盘整理 那你一样会有中间的利息收益 那如果接下来是往上涨 就可以赚到所谓的价差 那当然有很多种调控方式 我们书上都有说 那如果去评断你现在需要的 你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度 以及怎么样去搭配 会是比较适合你的方式 透过这个方式 可以帮助大家减低你的投资风险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台湾投资人现在投资公债 或是公私债相关商品 以前主要是基金嘛 后来就变成是ETF 那如果有一些人 他觉得他资金还算够 他想要直接买债券的话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 有,有几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有研究 最近不管是所谓的银行端 或者是券商端 其实他们都有很多的管道 让你很轻松的买到很多的职债 就是不管是高平等的公司在也好 那美债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条件要求 你要直接买到美债会有其他要求 但是你买到好的公司在并不困难 那当然吸引了很多的投资 甚至是他门槛其实不用很高 几万美元都可以买到 刚好最近如果大家看新闻 有在讲 就是国内的高资产人士 就是银行做的所谓的富豪户 就是他们在银行里面存资 超过一亿的那种 他们买债券相关的产品的 比例 创历史新高 那当然就表示什么 其实这些有钱人士 他们也知道 这时候买好的债 其实是一个进可攻退測手的机会 那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去买职债券 OK是好的 那你要了解的是 第一件事情是 你买的那个债 它本身有没有一些条件限制 我讲一个简单的 你台湾你可以买到很多的 如果美国的话 有分电信的 有分金融的 那有分各个产业的 那我必须要这么说 如果你今天资金没有办法很广的买每一种 那你今天就要想那个产业你熟不熟悉 因为最多人在想的就是 如果是买电信相关的 有点像是像台湾电信业的 就是前景都很好嘛 也不能讲前景很好 就是收入稳定 很稳定 很稳定 那美国的是不是这样 那理论上应该也是 可是如果你去研究 会不会他们有一些什么 好 例如说接下来他们要换设备 会不会有支出升级的问题 对那会不会 像现在其实这几年也是 大家都没有人在打电话了 那手机可能你跟电信商榜也不一定有优势 那所以他们的营收前景会不会出现问题 那像是在例如说疫情爆拔 或者像是在金融海啸这种情况下 有时候这些好的投资机在 他有可能价格会大跌哦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买单一产业 那会比较危险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想 我电信也买了 金融也买了 然后相关的科技也买了 然后他们都是现在高频级的投资机公司在 那各个产业都有买 那其实相对比较安全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你想说 那如果对这产业不熟 我买美国公债这一种 是 那其实也不错 主要原因是 因为现在是率高 而且呢 过去大家比较担心的 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公司 不要怕降频 要不要怕你直接违约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你买国债 基本上降频有可能 但违约几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呢 你这段时间 如果你买的是十年起或二十年起 你买下去 你不用担心这十年或二十年 他们接下来的价格变动 因为你就是持有到到期 对 还要讲到这个 如果你担心价格变动的话 那我跟你说 跟银行或者是跟券商买之前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买卖价差多少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 你买一个好的公司在 那问题是 如果是跟银行买 银行一定是跟人家买好之后 拿来包装卖给你 那银行要不要赚钱 要嘛 你有可能买卖价差比较高 那我有看过4% 5% 那是更高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 你等于假设是5% 买卖价差5% 那如果你先买了 想要卖掉 你持有到到期可能差也不太大 但如果你想要卖掉 你可能就一年分两年的利息都没有 都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在投资之前 要先想清楚 这笔钱会不会很快用得到 那如果没有 尤其是你是本身资金量比较巨大的 那你希望这个稳定的收益 那你买值在都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我想请要跟美元相关的问题 因为如果降息真的开始发生 因为大家现在手上美元资产应该不少 因为这两年真的做了很多美元高利的定存 那一旦降息发生的话 那美元会贬值吗 因为大家应该有什么关心 好 那我先跟大家讲结论 好不好 根据我的研究 如果降息是出现大型经济危机 美元一定会先冲高 因为有避险的 对 美元会先冲高 那冲高只有过去几次的经验 大型危机 我们现在往回头看到大型危机 要么就是2020年疫情爆发 要么就是2007、2008那段时间 那这两个都是美元先冲后跌 为什么 是避险题材推升美元之后 美国开始降息 无限量QE 干嘛的一大堆招数用出来 然后那时候美元就开始往下跌 因为危机太大了 所以必须要用钱去把它盖住 那那时候当然美元就表现会比较差 所以会是先冲后跌 但如果今天不是那么大危机 只是一个小型或中型 那基本上美元其实有可能是震荡 甚至稍微偏强一点点 为什么呢? 有两种概念 第一个如果你是讲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有可能是 像现在其实就有点像 就是我们大家就觉得美元应该会快要降起了 可是欧洲那边更危险 所以欧元更烂 或者是像是刚刚一开始就讲瑞士一样的降息 对 一蓝支货币的关系 对 就是其他更烂 然后美元被撑起来 有可能是这样子 有可能啊 因为美国就是它可以小幅度降息啊 可是人家大幅降息 对 因为美元就走强了 那第二个是如果是美元对台币 那概念就不一样 美元对台币这时候就要看 是不是资金有要从台湾出走的压力 因为我们讲一个 就算是小型或中型的危机 那当然美国的需求会下好 那如果这时候台湾的股市有些修正 我们不要讲大底修正 那再加上如果出口的前景不是很好 那当然大家觉得外资往外走 那台币弱一点可以帮助出口 这些都很合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中跟小 我觉得美元可能是震荡 甚至是稍微偏强一点点 但如果是预防性降息 就是没有什么危机啊 都是稳定 只是怕经济崩溃 预防性降息 那美元有可能是稍微偏弱一点点 那你说美元要崩跌 几率不是很大 今天非常谢谢奇展 帮我们介绍的这本新书 同时真的很不常识的呢 告诉我们这个在债券的市场呢 以及在美元呢 特别是现在大家很多的这个美元订阅上呢 你要怎么样呢 让自己的利益呢 最大化 那今天非常谢谢奇展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 欢迎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谢谢 ~~